台南发生了一群死亡车祸 有一名国中男学生 骑脚踏车放学回家的时候 却遭到了一辆农用拼装车撞击 整个人还被轮子给撵过 当场头颅破裂死亡 家属接获二号伤心欲绝 国中生达工还在灵堂崩溃 哭喊着要跟孙子一起走 他已经婆娱爆炼了 救车抵达车祸现场 一名国中男学生 就倒在离自家门口不到50公尺的地方 地上还看得出斑斑血迹 救人员赶紧把人送往医院 不过依然宣告不至 国中生的父母接到二号 简直不敢置信 家中唯一的独子就这样惨死沦下 让家属相当不能接受 这起车祸发生在7号下午 台南下印国中一名男学生 骑脚踏车回家的时候 被一辆拼装车撞倒 整个人还被轮子碾过 当场头颅破裂 我们到现场的时候他已经就欲砍 然后头部破裂 肚子已经有轮胎碾过的痕迹了 拼装车驾驶向警方攻称 当时这名国中生突然从巷口冲出 一时刹车不及才会导致这场意外 警方目前排除酒驾的可能 不过针对窃缺的肇事原因 还需要进一步厘清